记者无人街新北报道 新北市板桥连峰李怡社 陈庆元攻击欠李延春五千元修车费 立先催讨不成分而找来王重宇李玉展等三人 今天凌晨一时许称陈南从李怡社下班 一共八名扼煞池刀墙压陈南上车 带至藏身处痛欧逼迫还债 海山景分局获报紧急定位 发现陈南被带往北市 沾岸小组追出涉岸车辆在旁埋伏 趁王贤现身歹人 再冲上楼就出于寄游存的陈南 逮获李零二贤化解这长五小时的惊魂 据了解遭押走的25岁陈静男子 任职另类望红钢铁霸阮阮桥本的李怡社 阮桥本因爱子阮山霄在新海桥上遭继承车司机撞死 阮桥本事后发起提升新海桥交通安全的游行 更发起有昼市记录的计程车司机禁止再从业等交安一提 在脸书专页上有三万多名粉丝 警方说该案为阮名下公司员工与人结怨 与公司无关钢铁霸也都没出面 海山警方调查陈南今天凌晨1时30分从刚从李怡社下班 途遭802刹压上轿车压走 警方根据犯案车辆车号及紧急定位陈南手机 在北市安东街附近埋伏 凌晨60时发现20岁王崇宇县森开车 干员冲上逮捕王贤 确认陈南被22岁主监李怡城 1840御斩关在李贤住处殴打逼迫还债 干员立即冲上楼攻坚破门 救出被打成熊猫眼的陈南 警方救出肉票 逮回李贤等三人 疑问之下得知李贤不满 陈南激欠他5000元修理导航的费用 激欠三个月还没归还 李贤向陈南催讨时 陈南甚至还说就是没钱 李贤有人气不过 愤儿帮忙他压走 陈南痛欧一顿气愤 警方将全案依防害自由等罪嫌法办